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今天要上的是长期的生产函数 在前面的单元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同学介绍了短期的生产函数 短期的生产函数当中 因为在短期的情况下 只有劳动可以变动 那么我们把资本 因为资本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透过劳动跟产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推导出来的这个总产量曲线 那么进一步透过这个总产量曲线 它的割线协力推导出边际产量曲线 那么也根据了这个总产量曲线上面 任意点跟原点连线的割线协力 推导出来的平均曲线 那么在第九单元我们也提到了 因为在短期的情况下 会出现一个名词叫做边际报酬递减法则 因为随着劳动顾问量的增加 总产量的增加会越来越小 这个是在第九单元 我们跟各位同学做的说明 在第十个单元里面 我们谈到的长期生产函数 那既然谈到长期 各位如果还记得第九单元 我们所提到的长期呢 长期的话 就是劳动跟资本都能够同时的变动 那么所以劳动资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产量的多寡 所以在这个部分 在第十个单元里面 图形就会有一些跟第九单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首先在我们这个学习目标的地方 因为是在长期的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长期的生产函数 因为长期劳动资本都可以变动 所以在长期的时候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介绍等产量曲线 各位同学一定要去了解 什么是等产量曲线 那么根据这个等产量曲线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接着说明 什么叫做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法则 这是在长期的情况下 因为等产量曲线的关系 它的斜率就是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法则 那第三个要让各位同学了解的是 什么是规模报酬 换句话说就是说 简单来讲就是 你投入多少的劳动资本 能够创造多少的产出 那你相同的 如果你同时增加两倍的劳动跟资本之后 你的总产出是不是刚好等于两倍的产出呢 如果是的话 你投入两倍的劳动跟资本 能够创造两倍以上的产出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明说 哇你的这个生产技术是进步的 因为你能够创造更多的产量出来 这个是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跟同学做一个说明 什么是规模报酬 因为规模报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厂商它的生产技术 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透过图形的分析 可以来说明 那首先呢 就是一定要回到 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学习目标 等产量曲线 这个部分 务必要请同学 能够去留意的地方 学习的方法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在 上课前能够针对我们所要讲述的内容 先做一个预习 那么在聆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能够专心的听讲 回去之后呢 把这个课堂上中你所听到的一些重点呢 把它自行整理 复习 把它整理成笔记 那最后啊 一样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提醒各位同学 一定 你在理解这些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的生活经验跟这些理论内容结合在一起 这样你才比较容易理解 那 未来你在做复习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理解这些内容 这是相当重要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所以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等产量曲线 什么是等产量曲线 它的特性是什么 那么 编辑技术替代率 递减法则 它所代表的意义又是怎么样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这一个厂商它的生产技术 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那我们就要从规模报酬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明 那谈到规模报酬 各位 我们在第九单元的时候提到一个东西 概念叫做编辑报酬 那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在进入正式的正式单元的讲解之前 各位一定要先去理解 第九单元在短期的生产数 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叫做 编辑报酬递减法则 所以各位 编辑报酬递减法则 会发生在短期的情况下 那我们第十个单元谈的是 长期的生产元素 那么长期的生产元素里面 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规模报酬 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长期是谈规模报酬 短期是谈的是编辑报酬 好 我们先来定义 长期的生产元素 长期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劳动 还有所有的生产要素 包括劳动资本都可以调整 所以在长期的情况下 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变动要素了 再复习一下短期的时候 变动要素是什么 变动要素是劳动 固定要素是资本 长期的时候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变动要素 也就是劳动资本都可以同时的增加或减少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定义长期的生产元素 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第九个单元已经有跟同学做说明 那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 在长期的生产元素 因为劳动 因为劳动跟资本都可以调整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劳动跟资本都放到函数里面来 这两个东西都会去影响到我们产量 好这个符号各位在第九单元也都看过了 所以长期的生产元素跟短期的生产元素不一样哦 短期的生产元素只有一个东西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产量 只是劳动资本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就不放进来了 那长期的话劳动资本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产量 那也因为如此 我们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经济学里面非常强调的是图形的分析 那现在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提到了短期的生产元素 谈的是劳动量跟生产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短期的生产元素不是可以画成这样一个图形吗 这是我们劳动的雇用量 这是我们的产量 所以我们可以画出这个总产量曲线 那现在各位看看 现在啊 现在我们有三个东西 现在是劳动跟资本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产量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做标准画起来 这变成是一个什么 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图形 现在变成是一个立体的图形 哇 立体的图形我们在理解上面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呢经济学家为了要去讨论长期的生产元素 OK 所以他就接着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单元 我们要给各位讲解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让各位知道什么叫做等产量曲线 好所以各位 因为这样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等产量曲线的处理的话 我们的图形会变成是一个立体 那为了我们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平面的图形 我们必须要介绍等产量曲线 好 什么是等产量曲线 各位看 文字的说明 他说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之下 能生产某一个特定产量的各个要素使用量组合所形成的轨迹 各位看到这样的文字 感觉是不是很抽象 简单来讲 这个数量假设是300单位 这个产量 能生产300产量的各个不同要素使用量的组合所形成的轨迹 我们把这些轨迹连线起来就可以得到整产量曲线 简单来讲 比如说我们雇用两个人十个单位的资本可以创造300个单位的产量 那如果呢 我们雇用四个人 然后呢 七个单位的资本 也能够创造300个单位的产量 这是另外一个点 那我们雇用六个人 四个单位的资本 一样也能够创造300个单位的产量 再来 我们雇用八个人 两个单位的资本 一样能够创造300个单位的产量 那我们把这四个点把它描绘出来 这些点把它连线起来就可以到等产量曲线 所以各位 等产量曲线简单来讲 在这一条线上产量都是一样的 都是300单位 可是可能会有不同的要素投入量 创造出相同的300单位的产量 我们把这些不同的要素投入量的组合 把它描绘在平面上 就可以得到等产量曲线 那所以各位看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刚刚所说的例子 各位看 如果我们雇用两个人 四个单位的资本 可以创造300个单位的产量 那同样的 我们雇用十个单位的劳动 两个单位的资本 还有两个单位的劳动 十个单位的资本 都能够创造相同的300单位的产量的话 那我们把这些点描绘在平面上 我们就可以连线得到等产量曲线 各位把这个2跟10 劳动的估计量是2 资本的估计量是10 劳动的估计量是10 资本的估计量是2 好去先留意这两个点 你看我们在下面这张图形 有没有 我们说A点是什么 两个单位的劳动 有没有 十个单位的资本 它可以创造什么 可以创造300个单位的产量 另外一个是什么 十个单位的劳动 两个单位的资本 有没有 一样可以创造300个单位的产量 那我们说依序的把这些点呢 把它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这一条等产量曲线 这一条等产量曲线 它的产量是多少 是300单位 那分别是什么 用不同的劳动的雇用量 跟资本的雇用量 再跟各位讲一次 在长期的情况下 长期的时候 因为劳动 因为劳动 还有资本都可以调整 所以它是可以 都可以同时变动的 所以透过劳动资本 不同的投入量的组合 它能够创造相同的产量 那些点描绘出来 就可以得到等产量曲线 好 到目前为止 我想各位同学 应该都很清楚 等产量曲线的定义 还有它等产量曲线 怎么样的把它描绘出来 好 所以谈完了 这个等产量曲线之后 各位一定要了解 我们增加了 某一个要素的使用量之后 一定要减少 另外一个要素的使用量 所以 当我们增加 劳动的使用量的时候 会造成 多少总产量的变动呢 就是 这个劳动的边际产量 乘上 劳动的变动量 劳动增加之后 资本一定要减少 它才能在同一条 等产量曲线上面 去做讨论 所以 这个资本的减少 会造成多少 总产量的变动呢 就是 资本的边际产量 乘上 资本的减少量 那 因为我们是在 同一条 等产量曲线上面 去做讨论 所以总产量的变动量 会是零 所以各位看下一页 因为我们是在 同一条 等产量曲线上面 不管你是在A点 或是在刚刚前面图形的 D点 都是300单位的产量啊 所以增加劳动 我们会增加产量 增加劳动 我们的 产量会增加 那产量增加 如果我们 资本没有减少的话 我们就会超过300单位 所以劳动增加 资本一定要减少 然后让那个总产量 减少下来 然后维持在什么 维持在300单位 所以 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产量的变动量呢 300单位 不管你的要素 投入的改变 你的总产量的变动量 一定要是零 它才是会在 原先的那一条 等产量曲线上面嘛 因为劳动的增加 所造成的产量的变动量 加上 资本的减少 所造成 这个总产量的变动量 相加 我们一定要让它等于零 所以 透过一项之后啊 透过一项 一项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 哇 我们得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试子 也就是 这个叫做 MRTS 就是 边际 技术 替代率 它会等于什么 各位同学 无必要把这个东西 记下来 这个很重要 往后 我们在介绍 长期的成本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概念 各位同学到这边 原来 边际技术替代率 它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两种生产要素的 边际产量比 MP 代表的是边际产量 我们在第九个单元的时候 在谈短期的生产要素的时候 已经跟各位同学做了说明 再讲一次 边际技术替代率 等于什么 等于 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比 那另外 我们投影片上面也看到 边际技术替代率 等于什么 它就是 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哦 好 所以 我们在之前 前面表情说 等产量曲线 与边际技术替代率 之间的关系 我们透过 劳动跟资本不同要素的投入 推导出 等产量曲线 那么等产量曲线 它在不同的点 有不同的斜率 不同的点 所对应的那个斜率 就叫做 边际技术替代率 那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 边际技术替代率啊 也就是 MR TS 它说啊 边际技术替代率会递减哦 边际技术替代率 会越来越小 怎么意思啊 那各位看 我们 我们啊 在前面的时候 前面的一张投影片 我们是说 请各位同学 把它记下来 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什么 等于 两种生产要素的 边际产量比 对不对 那我们说 劳动雇用的时候 多雇用劳动 还记得 我们在第九单元 一直在跟提醒各位 我们 在这个单元的时候 一开始就一直提醒各位 多雇用劳动 不是会产生边际 报酬 递减吗 所以劳动雇用量增加 你的劳动的边际产量 其实会减少的 那么劳动增加 资本一定要减少 那么资本减少的话 你的资本的边际产量 就会提高 所以随着劳动雇用量增加 劳动的边际产量减少 资本 资本减少 资本的边际产量 就会提高 那各位看 分子越来越小 分母越来越大 分子越来越小 分母越来越大 这个子会怎么样 这一个边际技术替代率 的子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小 所以他才说 边际技术替代率会递减 这是纯粹是从符号上面 来做说明 那各位 我在用另外的白话的方式 跟各位做说明 我们今天 在生产产品的时候 我们有劳动跟资本 对不对 那个边际技术替代率的意思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资本 搭配一点点的劳动 我们可以生产300单位的产量 那现在呢 我们慢慢的增加 劳动的雇用量 资本是不是要减少 换句话说 就是说什么 当你增加劳动的时候 因为我资本比较多嘛 所以我愿意用 比较多的资本 的减少 来换取 劳动的增加 可是各位想想看 随着劳动 雇用量的增加 越来越多 你愿意用资本去替换 因为一开始 你资本很多 我们用这个图形 等产向曲线这个图形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先从这个点 来看 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资本 对不对 我们的劳动的雇用量 只有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也想要说 增加劳动的雇用 那我们 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资本嘛 所以我们愿意用 那么多的 牺牲那么多的资本 来替代劳动的增加 可是各位想想看 当你到后面的时候 到后面这边的时候 你的资本的量 越来越少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你劳动的量 越来越多 所以当你要增加 劳动的雇用量的时候 因为我的资本 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愿意用资本 来替代的量 会越来越小 好 这样的概念就叫做 边际 技术 替代率 递减了 这样可以理解吗 一开始我们很多资本 所以你说你要增加劳动 我愿意用比较多的资本 来跟你换 可是随着劳动 过量越来越多 在下面那个低点那边 你的劳动量已经那么多 我的资本只剩下两单位 所以当你又要继续增加 劳动的时候 当你又要继续增加 劳动的时候 其实 你的资本已经剩的不多 所以你下去 想用资本 去换更多的劳动的时候 你是生产者 你愿意吗 因为你的资本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边际技术替代率 递减 各位现在在 透明上面看到的这张图 绿色这条线 就是我们刚刚的 ABCD那个点 就是300个单位 那你看 如果我们同时 增加劳动跟资本 各位看 我们从A点来看 各位看就可以很清楚 我们只要增加什么 再从A点移过来 我们只要增加 劳动 有没有 从两单位 变动到四单位 我们只要增加 劳动 产量就增加了 所以 产量就从300单位 变成400单位 所以只要我们增加 劳动跟资本 只要我们增加一个 产量就会增加 那这边的意思是什么 B点呢 如果我们往上画呢 就是资本 劳动同样雇用四个单位 可是什么 可是我们只要增加 只要增加资本的话 一样 产量也是会增加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减少劳动 减少劳动的投入量 自然而然 产量就会减少 那如果我们减少什么 减少资本的投入 从六单位 减少到这边 假设是三单位的话 只要减少资本的投入 产量就会减少 那所以 在这一张图 只是要告诉我们说 劳动资本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产量 你可以同时增加劳动跟资本 或是只增加其中一项 都可以让我们的产量增加 那相同的 你要减少产量的话 你就是同时减少劳动或资本 或是减少其中一项 就可以让我们的产量减少 所以产量增加 各位同学 产量增加的话 等产量曲线就会往右移 再讲一次 如果产量增加的话 等产量曲线会往右边移动 产量就增加 如果等产量曲线 往左移的话 就表示什么 左移就表示产量减少 接下来我们来看 等产量曲线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第一个 从刚刚那张投文影片各位可以看到 平面上任何一点 只有一条等产量曲线通过 绝对不会什么 这一个点 有这一条等产量曲线通过 又有另外一条等产量曲线通过 那这样的话就违反规定 这是第一个特性 第二个 我们说 产量越多 等产量曲线会往右移 对不对 所以他说 越往右上方的等产量曲线 所表示的产量越大 没有问题 任何一点 只有一条等产量曲线通过 所以换句话说 任意两条等产量曲线是不会相交的 第四个特点 任一条等产量曲线都是凸向原点 所以各位看这个地方 对不对 等产量曲线 它的那个凸的地方都是往原点凸的 那我们要在这边跟各位同学做一个说明是 等产量曲线凸向原点的原因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的关系 因为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 所以才会造成等产量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往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各位同学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请各位同学目前先记住 为什么等产量曲线会凸向原点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原理 因为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 你愿意用资本去替代劳动增加的那个量会越来越小的关系 所以才造成等产量曲线会凸向原点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一个是 厂商的生产技术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的 我们从这边说简单来说明的就是说 各位看这个点 在这一个产量的地方 在Q0这个产量的时候 我们是用多少的 我们是用L0的劳动 K0单位的资本创造Q0的产量 那现在呢 我们用L1跟K1的投入 L1在这里对不对 L1的投入跟K1的投入 我们可以创造出Q1的产量 我们假设 假设什么 假设L1等于两倍的L0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个是5 假设我们雇用5个单位的劳动 5个单位的资本 现在这个L1变成是10个单位的劳动 10个单位的资本 各位从这样的一个符号的表达 应该可以看得懂 我们原本雇用5个人 现在雇用10个人 我们原本雇用5个单位的资本 现在雇用10个单位的资本 那各位想想看 5个单位的人 5个单位的资本 可以创造 假设这个是100个单位的产量 那现在呢 我们雇用10个人 10个单位的资本 投入两倍 投入两倍的要素投入 照道理来讲 照道理来讲 它应该要怎么样 创造出两倍的产量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变化去讨论说 到底厂商的生产技术是进步还是退步 各位同学看 我们下一张投入影片的说明 请记着 我们现在在这一张投入影片上面 所表达的东西 好 他说啊 他说第一项 规模报酬地增 他上面所说的中文意思是说 产量增加的比例 大于要素增加的比例 那换句话是说什么 我们投入 两倍的这一个要素的投入量 就是 两倍的这一个 L0跟K0 如果我们创造出来的 这个Q1的产量 是大于 两倍的 Q0的产量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我们投入五个单位的劳动 五个单位的资本 原本可以创造 100个单位的产量 可是现在 我们投入两倍 也就是十个单位的劳动 十个单位的资本 如果创造出来的产量 是250单位 大过于 两倍的 这个产量就是200单位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哇 规模报酬地增 这个规模报酬地增 就表示什么 表示技术 厂商的生产技术是进步了 厂商的生产技术进步 投入两倍的量 两倍的要素投入 可以创造两倍以上的产量 那相反的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投入两倍的量 创造出来的产量是什么 小于200 如果只有150 小于200的话 奇怪 我原本用五个单位 五个劳动 可以创造100个单位的产量 我现在用十个单位的劳动 十个单位的资本 创造不到200个单位的产量 只有150个单位的产量 那就表示厂商 厂商的生产技术是什么 厂商的生产技术是退步的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叫做规模报酬地减 规模报酬地增的话 是 规模报酬地增的话 是厂商的生产技术是进步的 规模报酬地减 那就表示厂商的生产技术是退步的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如果我们投入两倍的量 两倍的要素的投入量 刚好什么 刚好创造出来的产量 等于原先两倍的这个产量 也就是200个单位 投入两倍之后 也是创造200个单位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厂商的生产技术是 没有变的 就是技术不变 好 原来啊 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投入两倍的量 可以创造出两倍以上的产量的话 那就是技术进步 相反的 如果是不到两倍的量 就是技术的退步 好 所以到了最后啊 我们从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可以理解 在长期的生产元素里面 我们所谈的 就是劳动资本都可以同时变动 那根据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推导出 等产量曲线 那么我们也进一步去说明了 原来等产量曲线的斜率 是编辑技术替代率 那么编辑技术替代率呢 它等于两种 生产要素的编辑产量比 那么通过劳动的增加 资本的减少 我们可以再去推导出 一个很重要的法则 叫做编辑技术替代率地减法则 也因为这个法则 我们可以得知 等产量曲线一定是凸向原点的 那么在这个单元的最后 我们也跟各位同学说明了 因为投入的 要素投入量的不同 那它能够创造出不同的产量 那如果你投入两倍的要素投入 你能够创造两倍以上的产量 那就表示厂商的生产技术是进步的 那如果不变 那就是厂商的生产技术不变 那就是规模报酬不变 那如果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话 那就表示厂商的生产技术是退步的 因为你投入两倍的要素量 结果创造不出两倍的产量来 好 以上是这个单元 那希望各位在这个单元的学习 也能够顺利 说明了 人 我们都要看